我刚才也有和你谈谈 最近市况好像也不错 有没有看中的潜力股 大家还有机会可以留下呢? 其实我们最近也有用我们的quant model 去数一数 去数一数港股 有些什么是这段时间 不是只是看股价跌了下来 而是究竟有些什么股份 是开始我们的量化评分 有些见底回升的 甚至是不错的分数 其中如果说到金融股 我估计可能是招行 招行是我们自己掃出来 是觉得有得想想的 不算有之前升了很多 如果你看到什么939 其实升了很多 但你看到3968招行 其实整体来说 它由去年开始 到现在是行了一个很大的三角形整股 就是下降三角形 当然它不是说什么特别受惠的 什么息率那些 但是反过来 如果我们当是看 大家是觉得经济会开始不错了 其实大家都之前很害怕 那些债益上有影响到它 如果大家是觉得 那些债益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应该今年内银 或者叫做中国经济 是会给予人家信心 这一种我们觉得是有追落后的条件 就不是只看短期这段时间炒那些 放水的东西 是的 興奏 感谢观看